你敢信世界上最贵的牛肉 竟然是一批2000年的陈年僵尸牛肉 每块介于1.4到1.9公斤 每一块都价值3000欧元 这批保存了20多年的老肉源自法国 他们的保鲜工艺可以让肉品永不变质 而牛本身更是来自法国优良品种的小母牛 金发阿基塔 并且经过后宫选妃式的挑选 想要成为这家牛肉品牌的餐馆 合作伙伴更不容易 他们只跟获得米其林认证的餐馆合作 你敢信一种食品 竟然可以成为银行贷款的抵押 这是一种法拉利级的乳酪 需要特定的奶牛 特定的新鲜饲料 以及耗食费力的制作过程 经过漫长的陈化 才孕育出特定的滋味 这是一种贵的非常合理的传统食材 今天就走进世界最贵的牛肉发源地 和乳酪之王的加工作坊 一睹这些顶级美味大餐背后的工程 他们是如何制作陈年牛肉 又是怎样后宫选牛并精心养殖 世界上最贵的乳酪 又是如何从奶牛身上来到你的餐桌 在我们一般的饮食观念里头 要吃最健康美味的食物 一定要选择最新鲜的 尤其是肉类 但是有一种肉 它却是沉淀的越久就越有风味 那就是熟成牛肉 到底熟成牛肉的魅力何在呢 这里就是位于法国巴黎Pomer 陈年熟成牛肉的发源地 说到牛肉最了解它的非法国人莫属 牛肉是他们餐桌上重要的主食 他们对牛肉部位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并以不同的烹调法 烹煮不同的部位 研发出自己的一套更精致 更专业的吃牛肉法则 可以说是世界牛肉研究的领头羊 Homer牛肉的家乡圣米耶勒小镇 位于法国东北部洛林莫兹河地区 距离巴黎有三个半小时的车程 圣米耶勒这个人口不到5300人的纯朴小镇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 却因为一家老肉铺而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这家店铺1847年在圣米耶勒开业 已经拥有一百七十年的历史 世界上最贵的牛肉就是来自这里 今年才28岁的阿里桑德 是这家老肉铺的第六代掌舵人 入行才短短九年的他 既是一名农场主饲养员 更是一名屠宰汁 肉铺里所卖的牛肉都是出自他家的牧场 日本和美国牛肉的大理石油花是鉴定其品质的重要指标 而所谓油花指的就是沉积在牛肉纤维之间的脂肪 牛肉的油花分布的越细密均匀等级就越高 当牛肉在煎烤时油花会融化 使肉质变得柔软 滋润多汁 并呈现出更多的风味 但是如果没有油花 牛排会变得干硬欠缺风味 可是昂贵的POMER牛肉就是没有油花 甚至不用加盐胡椒和橄榄油就可以直接生吃 这个熟成肉的冷藏库就是POMER牛肉保持鲜甜柔软的秘诀 牛肉熟成是一种加工处理牛肉的过程 牛在屠宰和清理后被放进冷藏库内进行冷却风干 水分会从牛肉的肌肉组织蒸发出来 使得牛肉的风味更加的集中 同时牛肉本身的天然酵素也会分解肌肉内的结地组织 让肉质变得更软嫩多汁 熟成有干式和湿式两种 所谓干式熟成就是把肉吊起来让冷风直接吹 而POMER牛肉采用的是湿式熟成 也就是将牛肉真空包装 然后储藏在温度及湿度控管的冷藏库内 POMER牛肉的熟成时间一般是三到八个星期 这里有一个肌肉 当我小时的肌肉的肌肉 我剥了每个肌肉 我剥了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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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不是一个肌肉 这肌肉的肌肉 我们看到了 熟成时间越长就越耗时耗电 在熟成过程中 牛肉的重量还会大幅度下降 所以熟成牛肉的产量不多 并且非常昂贵 接下来在这个神奇房间里进行的是一种叫做冬眠技术的保鲜工艺 所谓冬眠技术 是将肉类放置于零下120度的环境 以120公里时速的冷风由上至下 从左到右吹拂 这样一来 肉类可以永久保鲜 肉质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也就是这个工艺造就了世界上最贵的肉 制作于2000年的陈年熟成牛肉 世界最贵的陈年熟成牛肉原本有100块 现在却只剩下60块了 每块的重量介于1.4到1.9公斤 一律售价3000欧元一块 要吃上一口2000年的 陈年熟成牛肉可不容易 他们只会在特殊场合推出这款牛肉 其实除了陈年熟成牛肉之外 法国POLMER肉铺里的一般熟成肉品的价格 也只是稍微比菜市场的高一些 通常价格在80欧元每公斤 他们之所以能卖上高价 除了独特的冬眠保鲜牛肉处理技术 还有就是养牛的精致要求 这里就是POLMER农场 青草茂密 而且一望无际 整个牧场是120公顷 相当于168个足球场这么大 但是只饲养了300头母牛 堪称六星级的住宿环境 我们来到两个月的食物 我们来到两个月的食物 这里 尽量的食物 我们住在一个小区 不离开这里 我们看到牧场每天 他们只吃了牧场 在牧场 我们确定是有品牧场的货场 牛肉本身的质地是烹饪出好牛肉料理的关键 Homer牧场的牛全都是金发阿基塔品种 金发阿基塔和日本神户牛肉 以及美国黑安格斯牛肉 同样被视为顶级特供牛肉的品种 金发阿基塔源自法国西南部 是三种当地牛 包括金发凯尔西 金发比利牛丝和加龙和的混种 但是好的品种也需要好的饲养环境和条件 才能培育出优质的牛肉 Homer牧场被称为自由放牧式的饲养场 一般的法国小农场 每头牛的活动空间可以小至12平方米 连一间主卧室的面积都不如 而在这里 每头牛的活动空间大约4000平方米 比小农场多出了400多倍 牛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草地和丛林之间漫步奔跑 除了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草嚼花 它们还可以到搭好的棚子里享用无限量的有机骨粮 可是要住进这个六星级牧场可不容易 除了必须是纯种金发阿基塔牛以外 而且还得通过牧场主的精挑细选 它们平均在每150头小牛中只选一头来饲养 要挑选一头健康的小牛 要注意的事项可不少 首先 小牛的眼睛必须明亮清晰 没有血丝 呼吸必须平稳有规律 不能有咳嗽气喘等症状 毛皮光亮顺滑 没有大量脱毛的迹象 体型圆润 不可过于瘦弱或肥胖 走路平稳轻松 没有跛脚 如果站立或走路时不稳 就有可能是受了伤 另外为了确保牛肉的品质一致 这家牧场只收养女住客 名额也只限300头 获选的小母牛到了6个月大 就会被运来这里饲养 它们会先被安排住在牛棚里 40天后才转移到室外散发 养殖工每天都要对牛谈情 要给它们按摩陪它们说话 确保牛身心舒适愉快 没有压力 因为压力会影响肉质 尤其在屠宰前和屠宰过程中 如果牛感到紧张 体内糖原就会耗尽 屠宰后肉内所产生的乳酸就会大减 严重影响肉质 所以为了保证牛肉的质量 养殖人员对每头牛都要付出百分百的关爱 同时聘请专家 特地根据牧场的土质和牛的品种 配搭出适合的牧草 以便为牛提供所需的营养 因此牧场的草都是精心栽种的 除了牧草 牧场也额外在牛的日常饮食中加入甜菜根和小麦 甜菜根可调节牛的肠道微生态平衡 而小麦则可提供高能量高蛋白质 牛到了36到42个月大的时候就得面临土宰的命运 这里目前每个星期只宰杀两头牛以减低牛群的恐慌情绪 在屠宰前的两个月 牛会被迁入牛棚内接受摧肥 之后再送到距离牧场有两个小时车程的屠宰场宰杀 为了消除牛在送往屠宰场途中所饱受的惊吓 牧场主正准备在他的牧场内设立一个私人屠宰场 从买地新建牧场 饲养牛到宰杀牛 厚马农场在每头牛身上的花费比一般牧场要多出四倍的费用 之所以这些处处用心的讲究 还能让这种陈年牛肉做到难能可贵 你很难想象一种食品竟然可以成为银行贷款的底 它的外表毫不起眼 诞生过程却非常不一般 需要特定的奶牛 特定的新鲜饲料 以及耗食费力的制作过程 经过漫长的陈化才孕育出特定的滋味 这是一种贵的非常合理的传统食材 如果你以为它只能当食物的佐料或调味料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它是意大利菜肴里的灵魂 帕马森干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奶酪 有九百年的生产历史 它的滋味越沉越香 这种干烙和红酒一样收藏越久 价值越不菲 加上它蕴含丰富的氨基酸 更让人们不惜重金购买 而且百吃不厌 一般陈化12个月的帕马森干烙一公斤 要价21欧元 而陈化60个月的一公斤 则要价45欧元 它是名副其实的乳烙之王 意大利的帕尔玛是干烙的家乡 这里的帕马森干烙名称也非常讲究 叫做帕马森雷加诺 这个名称有原产地保护认证 字面意思涵盖生产区 只有在意大利北部帕尔玛省 雷交爱米利亚省 摩德纳曼图亚和博洛尼亚部分地区生产的干烙 采俄乎规格 可以使用帕尔玛吉亚诺这个注册商标 其他地方生产的干烙都不能叫这个名字 乳牛所吃的木须草里含有当地人俗称三剑克的三大义军 瑞士乳感军 保加利亚乳感军和德士乳感军乳酸亚种 这三种菌种是促成帕马森干烙自然发酵的重要因素 有这三大义军就能酝酿出属于帕马森干烙独有的风味 为了维持干烙的最高品质 乃牛吃的饲料必须遵循最严格的标准 就是只使用新鲜或干燥的木须作为主要饲料 即使补充其他穀物也必须只含天然成分 绝不可以给奶牛吃含有化学添加剂的食物 帕马森干烙联合会会缓缓监管干烙的各个生产过程 帕尔玛省已出产被誉为法拉利级帕马森干烙文明世界 每天早上七点新鲜挤出来的牛奶由农场运达干烙工匠的厂房 工匠前一晚会把夜间挤出来的牛奶 存放在容器内分层 然后把浮在上层的油脂抽出来制成牛油 接着把新鲜的全脂牛奶倒入已脱脂的隔夜牛奶混合 这就是制作干烙的油脂黄金比例 这样的工作不间断的天天进行着 就连星期天和假日都不停止 因为新鲜的牛奶必须马上处理 不能够使用化学添加剂保存 接着工匠在牛乳里加入小牛凝乳酶 大量的天然乳酸酵素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发挥作用 大约十分钟后牛奶凝固 工匠们便使用乳酪搅拌器将凝乳搅碎成颗粒状 然后再加热至摄氏53度 使得分离出来的乳酪蛋白沉入锅底 凝成一团 虽然时至今日 干烙师傅已经采用先进的仪器 更精确地掌握烹煮时间 但制作干烙最关键的步骤还是需要手工个别处理 每一千升的乳清相等于70公斤的饲料 但只有用来制作帕尔玛火腿的猪才有幸享用这里的乳清 据说帕尔玛火腿之所以如此可口 是因为这些猪长期食用这个乳清 干烙师傅每天要做大约28轮的帕马森干烙 在这里 新师傅都是跟着老师傅们边干活边学来的 乳酪被秘食包好后就被移送到静置房里 每两到三个小时工匠都必须来巡视 他们需要更换包裹干烙的布 然后翻转干烙 每晚八点他们会用模板将年月日 以及注册编号压印在干烙上 经过一天24小时的压印 帕马森干烙特有的外形就形成了 连奶源和制作师傅的资料 也详细记录在每一轮干烙上 每一轮帕马森干烙都有独立编号 就像身份证一样 印上出生详情的干烙会在这个气温严格监控的房间里 再静置两天 每天必须翻转至少两次 以帮助干烙冷却和变硬 接着干烙就会被置入盐水里腌制 腌制时间将近一个月 然后才开始尘化的过程 乳酪之王并非大量生产 而是限量制作 每一轮帕马森干烙都经由干烙师傅细心呵护才形成 因为耗时耗力的制作过程和等待 更让帕马森干烙有了非凡的价值 而最让干烙师傅和工匠们倍感压力的是 每四个月一次的检验和测试 究竟是怎样的魔鬼测试 让干烙师傅们如此胆战心惊 又是什么将决定干烙的命运呢 每年三月至五月的春季气温凉爽 奶牛产奶增加 因此也是帕马森干烙产量的高风气 加上夏天是干烙发酵的最佳时期 一般干烙制作工坊的空间难以满足这样的生产量 因此干烙师傅会将部分腌制好的乳酪 委托给专门负责陈化干烙的仓房继续陈化 陈化是干烙工艺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个大仓库储藏了五万五千轮来自这个地区的十二位干烙师傅所制作的哈马森干烙 这里所储藏的干烙可是价值不菲 一轮干烙的价值介于四百至五百五十欧元 保守估计这个仓库也储存了三千万欧元的干烙 这里最资深的六年干烙一轮也价值六百欧元 哈马森干烙只含有约百分之三十的水分 是一种高度浓缩的乳酪 干烙经过独特的脱水法保存了百分之七十牛奶里含有的丰富物质 如烙蛋白脂肪矿物质和维他命等 陈化仓房的温度不能低于16度 潮湿度必须维持在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八十三之间 这是最有利于干烙发酵的环境 在陈化仓里 帕马森干烙必须定期由机器进行翻转和清洗 因为在分解蛋白为氨基酸的发酵过程中 干烙会释放出水分和湿气而导致霉菌的生长 然后就是每一轮帕马森干烙必经的锤子测试 在干烙陈化达到八至十二个月期间定期进行 主要就是听声变悟 整轮干烙四面敲击的声音必须一致 否则就要被淘汰 不能成为帕马森干烙 这项工作完全依靠检验师的手力 视力 听力 以及多年个人经验 像这样的干烙检验师傅 全帕尔玛省只有七位 因为要成为合格的检验人员 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观摩 还必须通过严格的选拔过程 至少三个年轮帕 然後,因為有其他選擇,還有五年來的品牌 也有五年來的品牌 不是石油,不是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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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困難說,誰做的不太好看,是一怪怪的 因為很多人嘗試做的新鎖 曾经有人想过要用X光检验来取代这传承了数百年的小锤子 但在经过数百次的测试后 他们发现X光的精确度却不及小锤子 因此检验师这份工作算是彻底保留了下来 拍打U等干烙的声音就像拍打西瓜 而拍打劣质干烙的声音 则像拍打一个憋了气的皮球 合格的干烙会根据等级盖上印章 测试就算完结 当陈化期达到12个月的时候 被鉴定合格的帕马森干烙 还必须经过一次火的洗礼 成年礼完成后 干烙便可以合法销售了 干烙工匠和生产者可以根据每年市场需求出售以沉化了12个月的干烙 或将适合在沉化更长时间的干烙继续保存在沉化舱里进行熟成 第一等级的干烙一般可以继续熟成至24个月以上 第二等级的干烙则会熟成15到18个月 就像陈年老九一样 等级越高的干烙尘化越久就越浓郁饱满也会更好吃 每100克的帕马森干烙含有等同于100克牛肉里所含的氨基酸 而且能够马上被人体吸收 不像食用牛肉那样需要4个小时才能吸收 所以这就是乳酪之王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这就是乳酪的干烙的干烙 干烙的干烙是一个特别的干烙 当干烙的干烙是当干烙的干烙是当干烙的干烙 之前它甚至是当干烙的干烙 当干烙的干烙的干烙是12个月的干烙 你已经看到了它的干烙 它是比较干烙的干烙 因为它是变化了 但因为干烙的干烙是因为干烙的干烙的干烙 这种名为Regiana的红牛 就是传说中哈马森干烙最原始味道的源头了 一轮干烙需要约600升的牛乳来制造 因此这里许多牧场的牛乳都直接供应给干烙工坊 这家农场有150头红牛 19世纪不少农户为了商业利益 纷纷转而饲养牛乳较多的改良型奶牛 约15万头红牛被其他品种的牛所取代 198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 这一区只剩下600头红牛 红牛曾一度差点绝种 喂养红牛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 因为红牛只爱吃新鲜的牧须草 一轮牧须价格约50欧元 其他牛则需要喂食价格约30欧元的干草 因为有一些有心坚持更高品质农户的努力和坚持 目前这区的红牛有大约3600头 帕马森干烙诞生于1200年 是由当时本赌会修道士们所研发出来的 而修道院刚好续养的牛种就是红牛 红牛虽然产奶量不如其他牛种 但它的牛乳却最适合制作帕马森干烙 高蛋白质低脂肪是它独有的特点 现在开封的这一轮正是陈化了60个月的红牛帕马森干烙 它的价格大约750欧元 由于干烙的制作过程需要至少一年 因此必须有完善的资金支持 否则在达到销售期之前 干烙工匠和农户们都要饿肚子 因此在当地只要提供干烙给银行作为抵押 就能获得一到两年的银行低利息贷款 这能让工匠们放心的制作更好的干烙 银行除了提供低利息贷款 也帮助借贷的干烙工匠们陈化和照顾 送来抵押的干烙 因此这个高度戒备的保险库 也同时具备熟成干烙的作用 而到了法定的一年 银行也会请来干烙联合会的检验人员 鉴定干烙的等级以确保银行的利益 因此对干烙工匠来说 把干烙存放在银行作为抵押 肯定不用担心 一种食品竟然可以成为银行贷款的抵押 这表示银行对于干烙的价值是非常有信心的 它不只是可以保值 还可以增值 甚至还可以进行投资 所以干烙它不只是外形 颜色甚至是身价 其实跟黄金是非常相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